基本上都比较少见 但是唯独就是有一颗 很少很少见 基本上没有 现在眼光都 现在你们的 你们咋都 眼光都这么好了吗 现在 现在你们眼光都这么好了吗 来看 厉害啊姐姐们 现在已经 你们已经被我们培养出来了 完蛋了 以后怎么卖肉给你们 花园里的其他肉怎么卖 以后 是的 这一颗淘蛋醉化 姐姐们有没有见过这么大的 漂亮不漂亮 第一次 大屋也是第一次见这么大的 之前卖掉了一颗这样子 就是只有一小点醉化的 然后有多多的 看到没有 就这样子的 美不美 这么大一颗的 这么大一颗的 是的 你真的很厉害了 现在已经 现在已经很厉害了 忽悠不到你了 现在 来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 没有点关注的 可以先点关注 配了一个动物银烧的盘 很漂亮 独不独这个美不美 这个应该算算得上次 现在你们能找得到的 就是目前市面上 就是已经没有比它大的了 会有的 焦焦 但是到时候别忘了 别忘了来盘就行了 焦焦小姐姐 你先看一下这一边的 然后你再看这边的 是不是瞬间就没感觉了 这边的 这边的是不是瞬间就没感觉了 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 没有点关注的 可以先点个关注 被咱们家的美肉给福获了 是不是 来 我把这几颗 我的天哪 给你把它摆一摆 我把 我把 我把这边的醉化 全部给你放到这一边 天哪 然后 把这两个掉一下位置 对 把那个醉化的 全部放到这边来 天哪 美不美 这个是桃花源醉吗 这个不是哦 这个是象牙 这个是象牙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奥罗 天哪 这些都是我的心头肉 这奥罗换了个盆 美哭 之前 之前我觉得它美 就没想到换一个盆 这个 一下子 一下子 就又又高了好几个档次了 这个 奥罗几米 这个是小姐姐们的寄养哦 姐姐们 这个是我们家新姐的寄养 这个已经粗掉了 只能欣赏欣赏了 这个我也好喜欢 天哪 太好看了 就小朵朵的 一直都说这一颗 之前 之前 之前小姐姐们问我都说 这个不粗的 留着当模特的 看 哇塞 太好看了 怎么样 怎么样 新姐能看上吗 这一颗 是不是跟你这边很搭 如果家里有露台 或者是地方比较大的话 其实你盘着这些肉肉 你盘着这些肉肉 放那种阶梯的架子 肯定也是很棒的 我都已经能想象得到了 就是换那种楼梯式的架子 哇 每一颗都是躲躲坠花 可美了 阶梯式的架子肯定是 肯定是很好的 我的天哪 肯定是很霸气的 迎面 扑面而来的压迫感 就是那种 就是这种架子 肯定是很 很爆炸的 这种 肯定是很赞的 太知道你的想法了 是吧 做一个落地的这种架子 真的是很棒 做一个这种落地的 然后全部都是躲躲醉坏 呀不行 等一下会残哭 来咱们来继续 还有几颗很好看的 来也带你们看一下 谢谢雨花小姐姐的关注 谢谢雨花小姐姐的关注 来先给你们推荐一下这一颗 这个品种 这一颗的话 这个是模特 这个是一颗模特 你们看这个是啥 新纳塔 新纳塔 非常非常好看 养出来 这种粉色的小圆啾啾 很像一棵玫瑰花树 很像一棵玫瑰花树一样 是不是 很好看 看到没有 很像一棵玫瑰花树 这一棵是已经粗掉了 这一棵是已经粗掉了 很好看 其实它这个寄养 寄养了没多久 可能它是去年年前买 就是年前买的 年前买的 然后养了应该三个月 三四个月 你看我就从它这样子养成了这个样子了 晚叶小朵朵 这一棵已经粗掉了 是咱们家一星姐的 这一棵已经粗掉了 是我们家一星姐收走的 然后今天的话 有一棵这个 这个也很不错 可以给你们换一个高盆 它是一样的那种树形感觉的 它是一样的那种树形感觉的 而且这个头要更多 更饱满一些 看到没有 而且这个头要更多 更饱满一些 全是小朵朵的 看到没有 而且灌服也会更大 我悄悄的给你们说一下 这个灌服有31 32了 31的灌服 咱们保守一点 31的灌服 而且也是整板子整装的木质画 你们看一下 很快 其实它们两者的一个状态 其实很接近了 也都是空成这种小玩叶子 小朵朵了 你们看指甲盖着大小的 这个头 来 这一棵 姐姐们 你们看一下 有没有喜欢的 有没有喜欢的 颜值状态很棒 已经空的很不错了 已经空的很不错 我觉得这个更有性价比一些 说实话 那一棵 我跟你们说 我是2680卖掉的 我是2680卖掉的 这一棵 这一棵 更大 更饱满一些 然后你们如果不喜欢 这种矮盆的话 也可以给你们换一个高盆 把它种成一样造型的 这种竖形的 也是可以的 这一棵 大的 我也给你们一样的价格 你们自己看一下 这个颜色 这个状态 值不值 全躲躲了 你们看到没有 全部都是躲躲的 很透 很透 这个颜色状态 真的是很棒 真的是很棒 欢迎江姐 谢谢 请点赞 江姐 今天又有一个美肉出价了 你有没有看到 刚刚 可炸了 那一刻 现在 我估计 我这两天 应该还是会美 是吧 很好看 来 姐姐们 有喜欢的吗 已经到鸡养区去了 江姐 是一颗淘蛋的醉话 很大的淘蛋醉 已经搬到鸡养区去了 等一下 我如果再去的话 给你们欣赏一下 等一下再去的话 给你们欣赏一下 来 新娜塔朵朵醉话 姐姐们没有喜欢的 我就先过了 这个是非常值得 入手的一个品种 养出来 那种粉色的 真的是粉透 粉透的那种小玩叶子 巨好看 然后今天有一个 这个也很推荐 来 先给你们推一下 我非常喜欢的几颗 这个有两颗 一个大 一个小 你们看看 这个是啥 你们看看 这个是啥 哇塞 真的好好看 这个型 剪直了 这个装子 这个装子都变红了 出颜色了 这个装子都出状态了 练曲 是的 板子好不好 姐姐们 就问一句 板子好不好 这是正儿八经的树 其实练曲很多醉化 它都是趴地的 它没有这种 往上涨的 这种扇形的树 一般都是趴地的 是不是 就是矮趴趴的 就是矮趴趴的 然后带一个醉线 就现在市面上 最多的是那种的 最多的是那种的 这种真的是很少很少 而且这个很有性价比 姐姐们 你们看一下 我有两个 一个是大的 颜色要差一点 其实这个已经养得很透色了 其实这个已经养得很透色了 你们看 还有一个是大的 练曲 这个品种 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姐姐们 我带你们去看一下 练曲养到后面 它是那种粉仙粉仙的 练曲养到最后 它是那种粉仙粉仙的 就是粉红色透明的那一种 而且还带一层薄薄的粉 现在有竹母绿吗 有 还有大的 还有 还有大的 哇 其实前两天 前两天有一颗很好看 但是被那个谁 被那个VV收走了 我还有 我还有大的 我等一下给你看一下 也很不错 你看前两天 前两天VV收了一颗 你看这样子的 这暗纹 漂亮不漂亮 很好看 这个品种 这个品种也是我们家出的很好的一个品种 基本上老粉们都是人手一颗 它是正反两面都出血斑 都出溏心的 好的 我先给你们看一下练曲的颜色状态 这个是稍微有一点颜色状态的 你们看一下 美不美 肉粉色 肉粉色 是不是很好看 很漂亮 很漂亮的一个品种 之前我 其实卖 卖塑形的练曲 其实很少 基本上都是卖的群生的 群生的也卖的特别好 就基本上姐姐们 群生的练曲都是 能看得上的 你们看这种 都是这种粉仙粉仙的 都是这种粉仙粉仙的 很好看的 因为之前都没有小树 这个品种的小树都没有 都是最近才出来的 你们看这个练曲 美不美 哇塞 练曲养出来 是不是很棒 小姐姐们 推荐你们去入手一颗 朵朵醉化的练曲 推荐你们收那颗朵朵醉化的练曲 那颗小的 那个扇形的 性价比很高 性价比很高 来 练曲 姐姐们有喜欢的吗 有喜欢的 我回去给你们看一下 没有喜欢的 咱们就直接过 祖母绿的话 看 捧花的 就是 这里一颗 这里一颗 捧花的 它是周正形的捧花 捧花的 然后第二圈仔也在爆 第二圈仔也在爆 这个 看看 这个能看上吗 完美 手捧花的 外翻叶子的 然后我多给你们看几颗 多给你们看几颗 祖母绿 我还是有收藏几颗的 猪母绿我还是有收藏几颗的 然后这一颗我也 我先给它 我先给它拿上 然后这边还有 这一颗 哇塞 看 这一颗就是颜色状态已经很棒了 你们看 雪色的 很雪色的 它这个 拼命的冒仔 已经把它挤成这种 挤成这种包子了 这个如果你们再换一个盆 这个又能长大一圈 这个是一颗 这个是一颗 两颗 然后我看一下我画家里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我都拿过来 给你们做一下对比 对 我多拿几颗出来 我看一下我还有没有 哪里还有 这种的就不拿了 这种的太丑了 好像就那两颗比较好一些 然后这边还有一颗那种 另外一个个体的 它叫胭脂扣 还有另外一个个体的胭脂扣 姐你是喜欢 你这种的你喜不喜欢 如果你不喜欢这种叶型的话 那就是那一颗青铜盆的捧花的 比较合适了 你看还有一个是这种的 雪色的 它另外一个个体 它是叫胭脂扣了 它是叫胭脂扣 它是这种包包的 也是雪色的 然后其他的好像就没有了 这边瞄一眼啊 没有的话 现在我们家就是最好的就是那一颗了